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联合医院和平院区发布了照护确诊者的专责护理师招募令 共录取了50名防疫天使 近期由副市长黄珊珊以及卫生局长黄世杰 一起为这些义勇军受证 感谢他们挺进第一线 台北区副市长黄珊珊受其专责防疫天使 在市立联合医院总院长曲大成见证下 联谊护理部长吴孟平代表挥奇喊话 正向能量爆棚 感谢义勇军勇敢地进入最危险的第一线 我们看到这位就觉得非常感动和激动 因为合并医院是我们台北市最重要的专责医院 也就是我们接下来就是只收新冠肺炎的病患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堡垒 也是台北市目前为止开专责医院 开专责病房开最多的医院 我们要开到200间 200间里面200床 200床很重要就是医护人秘笔 那之前有一些缺 所以市长也非常非常重视 那今天的成军 我要向各位义勇军们致谢也致敬 因为大家在最困难的时候 选择最困难的地方 来做最困难的工作 这里的病患都是中重症的COVID-19的病患 而且是第一线要帮台北 在这段疫情期间度过最辛苦的 这段时间的工作同仁 所以谢谢各位义勇军 这么勇敢的到第一线来 而且是近最危险的地方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看到各位的家里 跟我们联合医院一起来为和平医院注入心血 让我们一起度过这段共存前的黑暗过渡期 联合医院是感染率比较高的机构之一 但是就像刚刚副市长讲的 我们每一天都很清楚我们什么来看待 而且我们都调查并没有特殊的单位 和人员受到感染 也就是说他们并非单位内的群聚现象 而是散在性的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来自整个环境的感染 第二个其实确实我们的感染率曾经一度飙高 最近降下的很清楚 我们的感染率算起来大概超过10% 也就是说超过台北市的平均感染率 但是原因很清楚 我们联合医院没有黑素 我们每一个个案对不起 每一个同仁都要定期接受筛检 这个跟社会上是不一样 当时有症状才筛检 所以我们没有黑素 所谓的黑素就是PCR量能不足造成的 台湾其实还没有 台湾的PCR量能到现在都能够趴得下来 第二个叫做灰素 就是快筛养 他不想出来筛 这个在联合医院也不会有 另外叫做白素 就是他有甚至不知道被感染 那么他也就过去了 就在美国高达将近30% 就是他们的抗击关系率是60% 可是他官方报道的确诊数只有30% 但是我相信这种数字在联合医院是没有的 因为我们都要定期 筛检的其实高为的单位 因此我们的医院里面相对来讲 对两个同仁的关怀和照顾 以及每一次感染他所附近塞准的量是不够 因此他的感染力越高于 这个社区的感染应该是合理 我相信所有人也都是这样 受证护理师也在现场分享加入原油与心情 这样遇到的干顾都化作人生经验 无惧前行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有面临过Delta那些 就是有一些致死率比较高的病人 那时候其实就有遇到一些困难 像他们会逃跑或是会威胁说要吐你口水 这种的都有遇过 但是因为家人都蛮支持我的 然后又加上我们医护团队其实都是蛮同心协力 所以其实我不太 我没有什么想要放弃的那种念头 这样子有有一个比较印象比较深刻是有一个病人 他因为家人都因为COVID-19的原因 然后身亡或是病危 那他每天他起文本进来的时候是这样正向的 然后但因为这个原因他有想要寻死的念头 但是因为后来我们每天对他身心灵上面的访问 跟照护上给药都有在做调整 那其实他的恢复的状况是很迅速的 那他后来也是隔旗有满了之后 他是完全康复的出院 他就很感谢医疗团队这样子 然后他也是成功 他后来就没有做寻死这件事情这样子 为什么会想加入专责病房 是因为我去年其实已经有经验过了 然后去年因为疫情来的没有像今年那么凶猛 所以去年有很长的时间在教育训练 所以我觉得对自己的教育 就是感控这方面可以保护 而且医院其实有提供很好的装备 我觉得让我很放心 所以我会想加入这个专责行列 跟大家伙伴一起努力度过这一波疫情 那在这一段时间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有一个两岁多的小妹妹 他确诊的第一天妈妈来的时候是说 他第一天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发烧 他只是觉得小朋友有点弹音 他就自己帮他快塞 那是阳性 然后后来他们一家有四口 那我现在讲的是最小的妹妹 那其他的他的姐姐还有爸妈 最后自己因为塞了妹妹阳性之后 他们全家有一个快塞 那是一家四口其实都是阳性确诊 只是他的姐姐跟爸妈都是类似无症状的 所以他们一开始快塞阳性之后 就只有到医院做PCR 然后那时候其实因为妹妹 其实不符合住院标准 她没有呼吸喘 所以就那一天晚上只有拆了解 就让她回家 那妈妈是说到了晚上之后 妹妹的呼吸开始出现一些像是狗叫的声音 然后她觉得有点担心 可是她一直没有发烧 她就一直在犹豫到 要不要把她送来急诊 那她犹豫了很久之后 她送来急诊 她跟我们说的原因是因为 她有看到新闻上说 如果有呼吸喘 然后意识不清 或者是她觉得她食欲不太好 活动力不佳的话都建议送医 她是因为这些原因 这些新闻报道 然后还有VPC也宣导 才把她带来我们急诊 那当天急诊的科医师评估之后 就因为她就是一种很急性的情况 那个叫校头症 妹妹的呼吸 那如果再拖下去 其实是会有一点危险的 所以当天妈妈做了非常正确的决定 就把她带来我们急诊 那当天就收到我们的A8病房 那一上来 医生有帮她拍了颈颈部的X光 那确定妹妹的喉头水肿 其实没有那么厉害 只要用一般的药物治疗 赶快把症状压下来 她其实是不用插走的 就代表说妈妈送来的很及时 没有到紧急情况才送来 那后来妹妹在两天之后 就是用了一些什么泪淋水冷点滴治疗之后 两天之后就可以 所以很活动烂跳的走 然后很健康 最后住了五天 就是旅程的 黄山山与卫生局局长黄世杰 受证给11位男性 39位女性专责防疫天使 感谢他们建立起台北市抗疫的堡垒 共同棲手对抗病毒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这个疫情看不到镜头 民众求助无门 基层的卫生医疗人员濒临崩溃了 民众党立委高宏安张其路召开记者会 呼吁政府要出面整合确诊通报 视讯看诊预约管道与系统 别让医护人员和病人无所适从 本土疫情进入高峰 视讯诊疗需求大增 立委高宏安说 可线上预约视讯诊疗的健康 亦有APP却难用又落后 根本就无法满足民众的诊疗需求 所以我们很多的民意代表 最近都充当起了科技的小天使 很多的民众在确诊之后 第一时间他不知道他该怎么样去做 相关的APP的下载 或者是说他要去取得 所谓的虚拟健保卡 那甚至在问诊的过程当中 他要取得处方签 再用这样的处方签 去想办法找到药局来进行送药 这整个过程呢 其实一直不停的在改变 那像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这一个 我们就是目前的健康亦有APP 这个健康亦有的APP 其实很多的网友也都在网络上讨论 因为当他们面临到确诊 他们需要视讯问诊的时候 当实惠服部告诉大家 可以用健康亦有APP来进行视讯问诊 但很遗憾的是 他们当时在第一关 在注册的时候就发生了问题 注册的时候还甚至有这个APP 会回答你说 你的手机号码已经被设为是黑名单 哪一个国家会把自己的人名 设为黑名单 结果呢 在这个APP呢 在大家踢爆之后呢 就胃福部又紧急转向说 好那这个健康亦有APP呢 他可能不会是唯一的管道 你可以透过什么健保快一通的APP 或者是呢 你可以去这个我们卫服部的网站上面去找 哪一个医疗院所有进行这个视讯问诊 但是各位知道健保快一通 或者是医疗院所的网站 这一些都是什么 我们要自己按图锁记一个一个去看 然后去做电话约这个视讯问诊的时间 甚至你约了视讯问诊之后呢 很有可能你还是得要再透过LINE啊等等一般的方式 而这个一般的方式呢 今天也发生一些乱象 甚至有医生就在他的这个媒体上面讲到是说 他甚至视讯一打开之后 对面出现一个全裸的病患 那这个视讯问诊之后呢 那我们今天用LINE这样子去做的时候 会不会医生或者是医院 他还要去协助这个跟病患去建立这个LINE的好友连结 种种的乱象就是你如果说你今天要用健康义友APP 你能够在这APP里面完成所有官方的认证 跟你的视讯看诊的话 这些乱象就不会这么容易的发生 也不会造成大家这么多的困扰 到底我应该怎么去做 那也就不会在民众不停的在寻找方法与工具的过程当中 错失了黄金投药期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真的看到很多问题 立委张旗路则表示中央法传系统流程缓慢 导致隔离通知单开立不及 确诊关怀程序无法启动 也引发不少民怨 我们现在光讲的目前这个通报确诊流程 其实中央跟地方之间就有很大的这个所谓空窗 我们现在如果你这个PC啊 裁检或快栽视同确诊这个资料 上传这个疾管署这个后台 就是民众就可以从这个所谓的这个健保快一通APP得知自己是阳性 那但是呢地方政府的这个问题 你看地方政府他在这个认定 或者确诊或开立这个居隔单的这些 这个依据 却会是另外一套 另外一套什么呢 他说法定传染病通报系统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 就是说这个中央在输入这个法定传染病通报系统 这个流程是非常的缓慢 而且跟刚才讲的 这个健保快一通APP就产生这个时间落差 所以有时候等于说民众已经从健保快一通APP 知道自己PCR结果阳性 但是地方政府却还抓不到 这个法定传染病通报系统的这个资料 就等于说没有办法及时通知这个确诊者 也导致后续开不管隔离单 确诊者关怀这个程序都不能启动 而产生很大的民怨 各位可以想想 为什么很多民众都明明说 我不是就是已经采景阳性了吗 甚至我自己的健保快一通都告诉我APP OK 但是地方政府怎么都没有讯息 这个不就是常常现在的一般的民众一个常态吗 等到地方政府的讯息来的时候 根本已经好几天了 所以有时候根本就也完全来不及 更不要说现在很多人要拿去申报 比如说防疫险等等 根本就拿不到这些资料 所以这就说你光一个卫福部 自己的这个或者指挥中心的这种健保的这个快一通 跟这个法病传染病通报系统中央自己的 完全就是勾击不上 你叫然后这个地方政府就也没有资料 所以他也不知道到底我地方有多少人在确诊或怎么样 也没办法启动他那些程序 民众党团呼吁政府应该重新检视视讯看诊的相关政策 不仅要整合现有平台改善APP界面 更要正视数位落差不能牺牺确诊弱势族群的就医权益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刑事局破获一起假投资诈骗案 发现孙姓主贤为首的犯罪集团 利用假求职广告 吸引年轻求职者前来面试 取得被害人账户后 就把人软禁在民宅里 警方来到一处民宅 将诈骗集团成员压制在地 刑事局调查一起假投资诈骗案 发现孙姓主贤为首的犯罪集团 利用假求职广告 吸引年轻求职者前来面试 取得被害人账户后 就把人软禁在民宅里 犯嫌他会成立一个假投资的平台 诱骗被害人投资 退款进去之后 这个在由集团的水航成员 把这个账款打到一车二车 以及上缴给上游的幹部 那这一案件经过调查 这个发现这人头账户 都是被团派自由的被害人居多 那是被以求职的名义诈骗这个账户 那被害人在这个被拘禁的期间 他的账户就被拿去做人头账户使用 那等到这个账户被警示之后 犯罪警官再把被害人 载到偏远地区给丢包 以及警告被害人这个报警 警方现场没收被害人存折 手机及印章 以及嫌犯用来限制被害人 自由的面罩 球棒等工具 并发现嫌犯拉K用的K盘 上头除了有大大的警徽 下面还写着抓不到我 挑衅意味浓厚 整大队接获民众报案指针 招诈骗集团 以网路投资平台诈骗 在深入追查以后 总共执行和四拨的 搜索拘棋行动 大案嫌犯有十人 其中两人 招裁定积压 受害的民众有数十人 诈骗的金额 高达新台币 三千余万元 那么在调查的过程中 我们也发现 嫌犯为了取得人头账户 竟然以贾真采的名利 诱骗年轻人前来面试 再由集团的成员 控制其行动自由 扣留了AI人的存折 印章行动电话 再将这些账户 作为诈骗的人头账户 那当这些人头账户 遭到列围几次账户冻结以后 他们就将被害人 再往天壁的地区来释放 并警告不得报警 在此提醒民众 必有高获利的投资 或高薪的就业机会 务必小心查证 而拨打165 反诈骗战线 或11名 由警方来协助查证 以免受骗 警方初步清查 招诈骗的人数有10人 诈骗金额3000多万元 招限制自由 沦为人头账户的被害人 有3名 记者离席会台北报道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怎么这样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啦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台北市直辖市定古迹 闽席山故居 由副市长蔡炳坤揭幕 宣告故居修复完成 并重新对外开放 故居建物保留了 仿山西窑洞市的原有建筑样貌 并推出了阳明身中的 严席山长设展览 介绍这一位戎马半生 又心怀人文哲学思想的历史人物 用17层的房子堆叠出 严席山青春到晚年的生命 这是他最后的家 也是他最初的信仰 台北市市定古迹 严席山故居开幕 由副市长蔡炳坤揭幕 邀请市民一同认识这位 荣马半生 却又心怀人文哲学思想的民国大员 严席山从辛亥革命 直到国民政府签台 几乎经历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 是地方军事雄才 中央政府要员 也是重要的近代历史人物 当然要感谢人很多 特别是要谢谢张日敏先生 爸爸今年94岁 他94年的一生当中 守护这里超过半十几 58年 我想真的是让我们很敬佩 忠心耿耿守护这个地方 让他保存得很好整理得很好 我想这应该是鞠躬结尾 那当然也要谢谢这个基金会这边 今天包括这个理事长 还有我的好朋友 这个王局长 我想这个能够捐出这些珍贵的史料 对这样一座博物馆 当然他就赋予很多很多的内涵 加上李社长也很用心的 来出版这些史料 目前好像已经有出版的奇策 所以这些种种其实都是大家共同的努力 想想看从2004年 那么这边定为古籍到现在 其实也将近20年的时间 这20年来相关的展览 相关的这些守护工作一直在进行当中 尤其是我们整个修复工程 我想一眼最了解 因为他都是对我们的预算都清清楚楚 我们分两期 第一期先把这个窑洞 这个山西窑洞 这个总能洞这边 2014年完成 那完成之后当然就有一些相关的展览 那这边红砖屋 那这一次二期工程也终于修复完成 前前后后其实也花了相当久的时间 那修复这些古籍是要修旧如旧 所以跟一般的建筑当然不能 那个时间上会稍微拉得比较长一点 那自政府投入的经费 大概大概三千万左右 我想这些都是值得的 就陈子虎刚才私以跟我们讲的 也许三先生的一生 真的是荣马一生 跨越了很重要的 这个包括从辛亥革命 到抗战到政府前台 而且他都是承担最重要的领导的工作 从山西省长 我们说山西网 山西省长到国王部长 到行政院长 各位想想看 这样一个人物 他累积了多少 他等于是我们整个 从清到抗日到民国将一路走来的见证者 所以他的史料绝对是最珍贵的 那尤其是他最让大家津津乐道的 可以说他的人生哲学 就是中 这个是个人生哲学 不偏不以为之中 那情理兼顾 有时候想一想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要么就是蓝力 要么就是统獨 我觉得那种 会对整个社会会造成一种 一种一种失业 事实上 见骨之金 今天如果袁锡山先生还在的话 我想那样一个中置的人生哲学 对我这个社会 我相信会带来一股情理 所以我们在这边 不只是说能够来这样一个古迹的一个修復完成 更重要的 也会成为我们这个地方 无微想国务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从这边 串联 包括 这个很多附近相关的中山楼 还有包括像这个 整个阳明山 整个很多的这些 文献的一些质量 串联在一起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建立起一个更好的 可以导览的一个地方 1951年建成的盐锡山故居 是承担任行政院长盐锡山先生 与其旧部所建造 仿山西摇洞的石造屋 可作为仿空洞使用 去中西日三式建筑特长来打造 处处融合了他在经历各个时局 变动下的个人哲学思想 2004年公告指定为直辖市定古迹 前面这边大概是一个窗廊 那窗廊进来这边是 以前盐锡山的主卧房 那可以看到这个主卧房 这个石器的部分 有点类似一个一个 这个洞穴的感觉 那东南下凉 来到这里可以看到 这个是它的一个床主跟床柜 那下面这现在床板 现在已经之前就不见了 所以现在等于是保留 它上面这个床柜跟床架的部分 原貌修复 然后你要管理维护 然后你要注意活化在地 等别三角形 你才能够把一个 历史建筑也好 古迹 这样子有文化资产身份的 这样子就保存下来 而且发挥作用 盐先生故居 现在在台北市政府 我觉得他们文化局做得很好 盐锡山先生 席日部署张日明先生 对长官故居 六十余年来的 细心守护 并由盐博川先生 纪念会联系促成 即盐锡山先生后代家属 将故居捐赠市府 让古迹能有更完善的 文化资产保存及活化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国立台湾戏曲学院 可说是传承传统艺术的摇篮 它的历史也相当悠久 一起来看看他的身世演变 老师我们来到这个国立台湾戏曲学院 他好像他有 他的前身好像也是有好几个不同的身份 是不是 是 其实要讲他们学校的历史 要从这里开始说起 他其实在1957年 哇 好久以前了 对不对 没错 他叫做私立复兴俱下 那是一个民间的人士叫王振祖先生 他创生了 他一开始原来的地方在北投温泉路 那王振祖你可能不知道 可是我如果讲了一个 他有名的外孙你就有英雄了 陶泽 所以他的爸爸是谁 你们都太年轻了 所以你们也不知道 陶大伟 那陶大伟的太太就叫王富荣 那王富荣就是这个学校的第一届的毕业生 他就是谁 他就是王振祖的女儿 所以以前他其实是一个私立的学校 所以当时是从1968年开始 有这样子的一个学校 那时候还是谁 算国立的 然后就可以叫做巨域实验学校 那另外一个叫做国光巨域 也叫做实验学校 然后呢 1994年 本土意识 比较有一点点抬头了 才开始设立歌仔系科 那歌仔系科我要介绍的一个人 一定大家都非常的感动 全台湾现在对歌仔系 这么的熟悉 这么的爱看 有一个老师 我们称他为台湾第一科大廖琼之老师 非常令人感动的 他真的以前只要有人愿意请他 不管社团有没有给他的交通费 有没有给他车马费 有没有给他老师的费用 他通通不会计较 他通通去跟人家交 所以他真的是 播种台湾 歌仔系教育 这么普遍的一个老师 那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 身世非常坎坷的人 所以他说他小孩 我们台湾一句话说 没声没声 小孩去乌池 以前家里很穷困 所以把小朋友送给西班 绑在西班 学徒三年四个月 你不能回家 全部的吃住 都是西班帮你处理 所以你还要怎么样 为西班做很多很多的服务 就像现在我们有所谓的 什么师范公费生 国家栽培你 你就得念完书以后 回馈去当老师 看有几年的一个 这样的责任义务 以前廖琼之老师 是这样子在过他的生活 所以他很感念 歌仔系养了他一家子 所以他怀着感恩的心 来做这个回馈 再来1999年 这两个 刚刚您说的 没错 就这两个学校合并 成为戏曲专家学校 那这些学校怎么样来培训孩子呢 他们是从小学五年级 六年级开始进来 所以五六年级的小朋友 来念这边 就是只有念念两年的小学 接下来是三年的国中 再过来是三年的高中 那变成细专的时候 就再加两年的专科学校 那因为那个科系够了 所以现在就改名叫做学院 就是科系要到一定数量 对 科系 对 好 然后 有名的校友 有名的校友 现在最红最红的演员 你可能不知道无星火 因为你如果没有看金剧的话 就比较不熟悉 有他的那个欲望成果 对 OK 可是林美秀 林美秀是大家都很普遍的喜欢 对 然后现在有很多广告也接了都很多 然后那个 好 好 接下来是2006年才开始 客家戏剧的意识也抬头了 所以2006年 你看 1957年就有金剧 到2006年 这样多年 将近半个世纪 所以以前有某些剧种是被排挤 是被看扁的 那复兴的校友 现在可能这两个大表熟悉 第一届毕业生有120个 那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剧 叫做《罗生门》 吴兴国演强大 曹富永演男人 王雨林 是比较年轻的这一代演这个女生 女人 这一出戏 连李登辉都都来看 所以你看他变得有成功 这是我们对这个学校的一个 一个了解跟认识 那再给你看一个比较有趣的 这以前你看 后面都没有这么多大楼 然后呢 它的门 跟后面那个中正堂 是不是很像的一曲同工的格局 有没有 那其实它本来的位置不在这里 是在前面一点点 好 再看一张彩色的好了 好 房子出来了 我们刚刚那张是房子还没有对不对 才刚刚搬过来没多久 然后呢 接下来陆续的一些建筑出现了 真的 然后现在这个校门更简化了 好 那有机会还是 所以这里以前这个是校门 对 然后它现在变成现在这样子 有一点点移动位置 这样 因为你看后面这一栋 有没有 是在这里 这个门在这里 这个门在这里 所以这个门是在往前面那块地方 对现在椰子树那个地方 好 所以有变动 好 很有趣 好 所以看看老照片 看看现代的 你真的会觉得说 我古早我们都不知道 古早我们都没注意到 因为你以前都忽略 所以我们现在真的要开始 从我们身边 你出生的地方 你念书的地方 你就业的地方 去了解你的周周环境 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深度走读 国父纪念馆庆祝建馆50周年 特别邀请到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 立委林一华 与一文介等贵宾 共同切蛋糕 为国父纪念馆庆生 展望未来 国父纪念馆也将连结大巨蛋 松烟与台北机场铁道博物馆 成为台北市重要的文化 体育和艺术狼道 国父纪念馆馆 管长王兰生 与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 立委林一华 与一文介人士等贵宾 一起切下造型蛋糕 庆祝国父纪念馆50岁生日快乐 管庆活动现场 也特别邀请中山女高国乐社 连续演奏三首曲目 让在场民众共享一文饗宴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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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非常有缘 后来算搬离这附近 因为那时候借助亲戚家 但后来我当了台北市议员 后来在台北市政府服务 所以常都是我就是 要来走动的这个范围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要感谢国富经验馆 因为呢 它是让我到目前为止 为什么那么喜欢文化艺术 也很重要的场域 因为从学生时代开始 不管进来看所有的展览 或是进来看演出 这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在这边要非常感谢 我们在场好多的艺术家 好多的表演者 这带给我们 丰富我们的人生 提升我们的心灵 我觉得这是 身为国富经验馆的一个爱好者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受惠 也带我一生 真的就是文化 就是我们的爱好 再来呢 我要感谢 因为呢 后来为什么也更认同 因为当然刚刚我觉得官长讲很重要 其实国富思想 永远不会跟着时代而改变 大家想想看 不管讲民主 讲均富 讲平权 这都是现在我们社会的RNG 所以呢 其实国富思想是可以与时俱进 它并没有过时 所以我们要在这样一个国富经验馆的一个基础之下 我们可以从这样的思想 其实来检视我们自己本身的很多的运作 那刚才其实在影片中 陈总团长一段话我非常认同 也就是呢 社会变化那么快 但是呢 我们一定要对传统认同 才能创新 否则呢 这个创新是没有文化思想的 所以我们要一起在文化的领域上面 继续来努力 音乐 五十年前 国富经验馆在这里成立 当年 我记得旁边 还是曼草重生很多的稻田 包括新义区 还是一个用围里围起来的兵工厂 还有靶场 我都还曾经在那边走过 今天五十年后 已经不一样了 变成高楼林立 而且豪宅处处 而且豪宅处处 国建馆呢 这个地段 刚刚好就在台北市最重要的 中校东路跟仁爱路之间 占地的位置这么好 还有东西南北四个入口 所以它的方便性 它的亲民性 真的是全市民的喜爱 它有了大会堂 国家重要的庆典 最重要的 我身为一个艺术工作者 这里有很多的艺朗 从一楼的博爱艺朗 二楼的中山国家画廊 还有文华轩 三楼的艺仙以及德明 地下室还有翠亨 所以在这么多个场馆里面 办了无数次的展览 它就变成提供了我们艺术家 非常重要的平台 我相信我们艺术家 百分之八十以上 一定有在这里开过展览 不管是连展还是各展 所以艺术家跟国务纪念馆 已经变成了一个 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 所以它的动线这么好 看展这么方便 已经变成了台北市 东西最重要的一个地标 今天是五十年 国务纪念馆第一次的五十年 我相信以后还会有 更多的五十年 国务纪念馆会为我们 百万的千万的市民来服务 刚刚我们从影片里面看到 各位前辈各位艺术家 所提到国务纪念馆 提供艺术文化界的各种活动 那我们也知道 服务纪念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面 因为有很多的场馆 所以展出的档次 我给它估计起来 一定是三百六十五的好几倍 甚至呢 展出的次数一年会超过五百六百次 以上 那么除了这些非常具有艺术文化的价值 刚刚影片里面也看到 国家重要的盛典 金钟奖金马奖各种颁奖也在国务纪念馆 举办多次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场域 它代表了 就像刚刚影片里面提到 和蔡副市长提到 是又庄严神圣 可是又展现 它非常平易近人的一面 那这一点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五十年来 它功不可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过半世纪的风华岁月 明年国富纪念馆将成为台湾灯会主灯区 未来也将串联大巨蛋 松烟与台北机场铁道博物馆 成为台北市重要的文化体育艺术狼道 那我相信在王馆长的带领之下 要迈向第二个五十年 我们是非常的有信心的 我在这边只分享两件很具体的事情 而这两件事情刚才王馆长也稍微都提到了 也就是说 这边是国务金人馆 旁边是大巨蛋 旁边是大巨蛋 这个连通道即将要完成 所以各位看到现在正在施工 然后大巨蛋接着到松烟 整个那些围墙全部都拿掉 然后松烟再过去就是台北机场 就是铁道博物馆 大家稍微想象一下 这个区域 从国务金人馆到台北机场 铁道博物馆 这个就是一个文化体艺艺术的延区 而这个延区会在未来的几年内 一定让各位看到整个都不一样了 刚刚馆长提到 我们第一阶段的景观 大概今年可以完成 那整体室内的整修 大概到2025 对吗 2026 应该可以完成 OK 那我们的大巨蛋 也大概今年可以完成 目前整个施工进度已经超过九成了 那如果说今年能够如期完成 松烟已经准备好了 松烟大概内部的里里外外都整理好了 然后在过去的台北机场是2026 虽然是文化部在主导 但是我们跟文化部之间 那么都定期的召开会议 2026也可以完成整体的台北机场的一个 所谓再利用规划 所以这一代会整个成为台北地区最重要的文化的一个囊带 所以想想看 2026 其实不是很久的事情 现在已经2022了 四年后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在台北这个地方 产生了一块 可以成为最重要的一个艺术文化的朗袋 这是第一个 我们跟大家可以继续一起来期待的 第二个 刚刚馆长也提到了 台湾灯会 台湾灯会 其他呢 我们分成四个灯区 四个灯区 主要的 第一个灯区 就是刚刚我讲这一块 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灯区 那第二个还有我们的信义商圈 整个101为101为主的信义商圈 第三个就是东区 东区商圈也会成为这一次灯会的重点 再加上主灯 所以整个信义区打造起来的 会成为一个全世界在都会里面的灯会 我们会告诉全世界最高的灯101 最大的灯大巨蛋 就在2023的台湾灯会 当然我们明花园一定会扮演重要的演出的角色 所以我想这些零零种种 都可以让我们对整个区域充满的期待 特别我要跟各位报告的是 等到我们大巨蛋今年完成了 我们的整个联通道完成了 各位一定要走进去 然后从这边一路走走走走到 这个台北机场 去感受一下一个都会 一个城市里面那个文化的 艺术运动的力量 所以我们不但庆贺不但欢祝 国富经典馆的这50中级管制 但是我们也没有忘记 国富经典馆的责任 什么责任呢 一定要创造 或者持续 维持更好的服务民众的品质 这个品质不仅是在硬体设施上面 还有软体设施上面 所以我们缅怀过去撤离未来 首先我们做了50年的国富同向 他会站起来 所以各位可以扫一扫我们的QR Code 下载我们的漫游国富经典馆APP 随着手机拿着平板就可以来我们国富经典馆里面 自己阅读所有的建筑的细致的内涵 让建筑说自己的故事 那另外我们也希望啊 透过舞台剧的方式 本来今天还要请各位看戏的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也延期了到10月份 我们希望在国富经典馆的大会堂 演出国富经典馆自己的故事 非常的精彩也很好笑 所以今天虽然不能看 但是我们到时候10月份 还是会邀请各位贵宾来共同欣赏 那此外呢我们策略未来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的景观公园 已经开始在做逐步的推进 目前的公进已经进展到喷水池的工程了 那已经完成低隙的工程 是我们面临仁爱路的步道 跟中央广场都已经打开 服务民众 绝对不能够造成民众的不便 我们逐步的推进工程 那所有园区的景观工程 预计要在今年底完成 迎接明年的台湾灯会主灯 就在各位的背后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希望啊 透过一系列的活动的举办 我们同仁也在策划 明年中我们预定 本馆会开始做整修 所以这个一整修可能要花三年的时间 我们同仁为了服务不减 服务不打折 我们已经拟定了五年的业务推动计划 我们会把国富建议馆的业务 走出去跟学校合作 跟社区合作 我们也会在完成的景观工程里面 来办活动 让台北市民呢 不会因为国富建议馆本馆的 关闭整修 而少了我们相关的服务 跟亲近艺文活动的机会 所以我们缅怀过去 策略未来 计划了这所有的节目 也非常谢谢各位艺术家 各位前辈 各位先进 各位老师 各位好朋友的帮忙跟协助 建管五十周年的系列活动热闹展开 国富纪念馆欢迎民众热情参与 并期许未来再开创新的里程碑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怎么这样 行行行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大家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飙网畅快有感 一支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家长殷切期盼的BNT辉瑞儿童疫苗 昨天金融分配到5500剂 5月27号将再收到3500剂 金融市政府在回收家长意愿调查表之后 宣布将从5月30后起施打第一剂 辉瑞儿童疫苗 以及12岁以上的第三剂追加剂疫苗 对于家长关切的BNT辉瑞儿童疫苗施打进度 金融市长刘昌宣布 金融市5月24号及5月27号 共分配到9000剂 5月30号起将先从五轮国小开打 12岁到18岁的国高中 追加剂第三剂BNT疫苗 则是在5月25号到货 共4410剂 也规划从5月30号起 由安乐高中率先开打 那我们金融市这一剂次分配到550瓶至5500人剂 那会在这个5月底大概是5月27号的时候会有第二批 那第二批的部分大概是3500剂左右 那我们现在已经规划在5月30号 在学校里面开始为我们的小朋友来进行集中的一个施打 那首先的一个学校是五轮国小以及安乐高中 那因为这一次我们要进行的BNT的儿童疫苗施打 是包括5到11岁的儿童的第一剂 那以及包括12到18岁的学生的追加剂 也就是第三剂的这个疫苗的一个施打 那这一部分全部都会在校园里面来集中进行 这最主要也是为了这个孩童们施打疫苗的一个安全 避免去这个有这个误打或者是重复施打的这种状况 至于学龄前儿童部分 金融市政府业经规划有10家专责诊所 从5月30号起接受预约接种 学龄前的小朋友呢 我们也是规划在5月30号来进行开打 那目前有10家的基隆的这些诊所 能够开放这个预约的这个时段 然后来帮我们的学龄前的小朋友来进行疫苗的施打 根据金融市政府方面的统计 5月4号起在各国小开打的莫德纳疫苗 到目前为止全市国小学童约三成完成接种 期盼辉瑞儿童疫苗加入 能提升家长同意幼童施打疫苗的比例 有效强化儿童保护力 降低儿童染疫后出现中重症的发生几率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迎接防疫新生活 金融市政府推出了线上平台贩售 海派基隆十旅券来行销基隆 消费者透过线上购买取得凭证 再到店家扫描QR Code即可取货 城市博览会期间 海派基隆十旅券更推出了5折的优惠活动 限量5000套 邀请民众在城博会期间来享好康 体验丰富多元的港都基隆 店家手机开启四窗扫描消费者的QR Code即完成交易 这是金融市政府新推出的海派基隆十旅券 消费者只要透过海派浪漫GoShopping 线上平台 及店家行动支付即可购买 希望提供民众临接触的旅游消费新选择 基隆市一直在推动关于智慧观光的事情 我们希望整个可以以线上支付的平台 来促进商机 尤其现在是在疫情期间 大家都推动您接触的这样的一个商机 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的 海派浪漫GoShopping的这个观光平台 就一直积极地接触我们基隆市的一些店家 那我们这些店家呢 也积极地参与我们这个平台 在协助行销基隆的同时 还能达到防疫效果 让这家基隆知名伴手理业者直夸是三银的做法 让在地的商家有一些 能够有一些在疫情当中 不景气当中能够增加一些收入 所以他办了这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对消费者来讲 或对我们店家来讲有个好处就是 因为电子化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用接触 比如说你可能手机拿出来 那我们也用手机直接隔空扫描 那就等于是不用拿去实体的钞票出来 我们找给你的钱也不用再喷酒精一次 对啊你们给我们的钱 我们也不用再喷一次 那我觉得现在在疫情最严峻的过程当中 这个是一个很好保护彼此的方式 这项海派基隆十旅券 除了平日有九折优惠外 配合即将在六月十号登场的 基隆城市博览会 在十天的活动期间 还将推出超好康的五折优惠 限量五千套 参加民众还有机会抽中大奖 除了超值海派基隆十旅券外 基隆市政府也结合旅行业 旅树业观光特色店家 台湾高铁观光巴士及夏日海洋号 推出一系列优惠的基隆主题游城 邀请民众做好防疫 来趟多元丰富的基隆之旅 记者张启腾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喔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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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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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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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